女孩刚游玩泳发现自己的双腿全是血迹 而其他的游客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 不出意外的话 河里面一定有脏东西 原来河水遭到了河污染 里面的大量泥鳅发生了变业 这天探吃的胖子在河边 准备捞一些泥鳅回家吃 没曾想这泥鳅的攻击性很强 咬住就不松口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群泥鳅可以飞出水面 跳到岸边咬人 即使是个200斤的胖子 也能被拖入水中 我以为泥鳅只是喜欢吃胖子 然而随后又有几人密伤于此 经过小帅调查研究发现 原来被一泥鳅会对活物进行无差别攻击 而且这群泥鳅很可能会通过下水道爬到千家万户 到时候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有危险 小帅如实报告给了市长 可市长却表示太棒了 这下居民都有泥鳅吃了 相当于政府发的福利 可就在当晚市长在厕所里吃饭时 碗里突然有东西跳了出来 并钻进了他的身体 市长直接与市场吃 第二天新市长小帅立即告知民众 城市的水路管道里全是吃人泥鳅 但请大家不要慌张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对付泥鳅的方法 原来小帅曾亲眼目睹高压电烤泥鳅 相当有效果 于是小帅带着几名队员来到了核电站 他们用几坨鸡肉想要吸引泥鳅的到来 可是这远远不够 于是小帅想到了用队员打窝 队员直接跳进水池 果然吸引过来大量泥鳅 随后其他人打开电闸 10万伏特的电流快速涌入 终于便引泥鳅被一波团变 人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电影是雪狐